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听直播或者是在我们的官方网站上面或者是YouTube新浪微博都可以收听的 我们的官方网站是svcmedia.net 好的 听众朋友我们在上半场要来谈谈股票的市场 访问到的嘉宾是J梗他人在洛杉矶 J你好 大家好 周小姐好 我们今天会有一半的时间来回答您的问题 欢迎你踊跃来问您的股票的问题 那主播市的热线现在已经开放了 650-968-2000 650-968-2000 首先跟大家报告今天周三美股的收盘的成绩 成绩是涨跌不一 道指和标普500结束了三连涨的态势 纳指的是连续第四天的收高 市场继续关注美国经济复苏的状况 以及冠状病毒疫情反弹的迹象 那美联储局的主席鲍威尔丹 他是督促了国会 不要太快取消财政的支持 并且继续解释 美联储局直接购买公司债券 并且是包括了JunkBund 道指在收盘时下跌了170.37点 报收在26119.61 纳指上涨14.66 报9910.53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25 报收在3113.49 单从指数上来看 纳指和标普500都守住了支撑点 纳指呢 然后在道琼斯是从27000多 一直下跌到25000多 现在已经回到26119.61 我们请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您对市场自从上个礼拜五 下跌了1800点之后 礼拜五一直到现在 都已经是缓慢的 逐步上升的态势 然后呢解释完了这个开盘之后 再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现在的三大股指的支撑和阻力 点是在哪里 好吗 好的好的 好那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 我们在谈到 我们所分析到这个行情的时候 主要的关注点就是说市场呢 当时是处于超买的这种节目当中的 这个我也是非常担心 那么第二天的话呢 我们看到各指数啊 已经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 而且呢都已经 标普的话呢 应该是跌了将近超过了100多点了 那么对 所以说呢 极大程度上已经缓解了 这个前期我所看到的这种超买的这种节奏和现象 那么本周的话呢 我们看到各指数啊 开始缓慢的向上推动 我觉得这个现象呢 是非常正常的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各指数超买 已经不再呈现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大家呢 就可以继续的逢低介入 继续的向上去看 然后呢 我们这一次目标啊 因为到 纳达克指数呢 是看到了新高 然后呢 标普和道指呢 没有 那么这一轮的话呢 上红 我们先关注标普 它能否创出新高来 我要看标普向新高的充塑 新高的这个点位呢 大概是3384点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 现在是6月17号 6月的中下旬吧 所以说呢 我认为的话呢 七八月份应该是 这个时间跨度 一两个月的话 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到 这个指数呢 创出新高的出现 然后呢 各指数往上走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要迎来 这个大选的这个 美国的大选 对 所以说呢 我觉得市场对于美国大选 这个维稳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不管是说 川普到底能不能连任 还是说 接下来的一个党派 能上任的话 那么对于他们市场 闻与不稳的话 对于接下来的这个管理 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 所以说呢 为了这一点的话 我也认为市场呢 只有向好 暂时的话呢 没有向坏的 所以说呢 目前来讲的话 大家可以 比较放心的 逢低 自己的介入 然后呢 继续买入低价位的股票吧 因为上次我跟大家所提到的话 应该是低价股 那么本周的话 大家也看到一些这个 小盘股啊 低价股啊 流动性非常 流动性比较低了 都已经出了 都已经出现了很大的这种行情的波动了 所以说呢 现在说明整个这个市场啊 还是比较激进的 反而透露出市场呢 有很多钱 因为呢 蓝筹股 大盘股的话 他们的这个涨势的话呢 可以说在涨的话 一两千块钱的股票在涨的话 也不会说 涨出个四千块钱吧 所以说呢 大部分的一个资金的流动性的话呢 会往这个中低党的股票上 进行一个挪动 然后呢 大盘股的话呢 只是给大家重新出一个 维稳的一个态势 那么大家呢 就可以 大盘股就 相当于 他们的这个稳呢 可以把这个市场呢 很好地这个控制住 剩下的话 就是鸡犬升天了 好 现在提到是鸡犬升天 所以Russell 2000里面的小型股 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因为高价的股位 像FAAMG这种股票的价位比较高了 好 那我们谈到了标普500 那么我们现在再提一个纳什达克 纳什达克是三个指数里面 从去年开始就领涨到今年 也是继续如此 我们看一下纳什达克之后 我们就来谈今天创了新高的Apple 因为它的iPhone 12将要推出 那看一下纳什达克 它现在距离最高点 也只有一步之遥 半步之遥 您会不会比较担心 三大股指的Island Reversal 就是在二月底跳空下跌的那个地方 还有在上个礼拜四 也有一个1800点的跳空下跌 很多分析师都把这个Island Reversal 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很负面的一个指标 您认为如何 好的 那么目前的话呢 我看一下纳什达克100的这个走势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线图 我认为呢周线图呢 它的前期 应该是在二月份 二月十七号的时候 大概是九千五百 九千六百多点吧 但是现在的话呢 已经站上 已经站上这个点位了 而且呢是站上这个点位 已经有三周的时间了 所以说呢 目前我认为从技术面来讲的话 暗示着 接下来还要继续往上走 所以说呢 纳什达克100指数 我给的目标点位呢 应该是在一万两千点左右 现在呢是九千九百点 我觉得还会有一个中长期 还是会上涨的 这个趋势非常的好 目前来讲的话呢 就是突破后 相当于做了三周的一个横盘整理 接下来的话呢 会缓慢的向上去推动的 还没有 目前看的话 还没有进行加速的上行 我觉得市场呢 有这个潜力 好 那请您来评估一下 Apple今天创了新高 然后并不是收在当天的高点的这个事情 好的 我看一下苹果电脑 那么对于苹果电脑的这个走势情况上来看的话呢 今天呢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节奏 那么对于这张股票来讲的话呢 短线上趋势呢继续上涨 短线上向上推动 走高的时候呢 它是半时的超买的节奏的 它合理的支撑的话呢 是在346.5的这个点位 那目前收盘的话呢 是在350 350 1.59 所以说呢 向下的话呢 还有6块钱的一个 浮动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呢 我倒倾向于苹果电脑的话呢 明天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低开高走 我们继续往上看 这个苹果电脑 刚才您解释了 Ilan Reversal的事情吗 Ilan Reversal的话 我觉得暂时 因为那我已经创出 二月份的话呢 已经是创出了 创出新高的时候呢 出现一轮这个杀跌 杀跌的一个行情 那么现在的话呢 已经是突破前期高奖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这个是和我之前所预判的 就是市场当中的一个洗盘 洗盘 洗盘的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趋势不变的情况下的话 进行一个筹码的一个 一个交换 一个一个过程 那么从大趋势来讲的话 我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顶部信号的一个出现 如果是说在周线图 或者是在月线图出现这种这个导型反转的话 那么还会值得去警惕或者是注意 那么在日线图上 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是现在是回复的是几个月前的一个行情了 那么对于几个月行情 当时的那个行情来讲的话呢 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 的确是比较负面的 从时间上 从调整的幅度上 大家都没有经历过 而且呢 在一段时间之内 大家呢 还都是一般 还都是比较按部就班的 没有没有见到过这种大幅度的调整的行情 所以说呢 给大家从某种心理上的话呢 有点不太接受市场这种调整 不太不太思议 但是呢 从趋势上来看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发现 日线图的节奏的话 对于趋势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在从技术分析的角度上来讲 小时间级别的趋势 小时间级别永远要服从于大时间级别 那当然 对日线图的当中的一些 出现的一些节奏啊 信号啊 顶多是一个顶时信号 但绝对不是一个操作的一个信号 是这样 好 现在让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 新冠肺炎的复发的情况 随着很多州的地方呢 都已经reopen了 并且已经已经关的太久 大家实在是已经没有耐心了 非得出来不可 都觉得不能透气了嘛 现在就是有两极化 那现在department store呢是已经开了 可见得恢复 总是要恢复 但是现在全美国的coronavirus的确诊的案例是216万2785 死亡人数是11万7709 今天是增加了746个死亡人数 今天是增加了250054个确诊案例 全球也是一样 现在加上北京 北京已经学校也停止上课 然后有9个区已经就是下档了 这种情况如果真的要蔓延起来 也是很可怕的事情 那么再度股市就变成了异军突起 完全不受到这种疫情基本面的影响 您怎么看待还有怎么样另外一手的防范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投资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整个这个疫情啊 现在已经是应该是有机二多出现的这种苗头 而且呢大家所担心的这些这个soto distance啊 还有一些这个病例啊 也有出现一些反复的这些症状 所以说呢2020年的话呢 大家呢 这整个这个引发的话呢 应该是从这个美国的制度上来讲 因为美国的这个给大家的太民主了 太自由了 那有的时候的话呢 就容易过火啊 所以他如果是说放在这个中国上啊 那中国的管制还是非常好的 这完全这个疫情的反复的话呢 和制度有关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大家呢 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讲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范 然后呢在2020年 我们已经上半年的话 已经躲过一波疫情了 2020年的话 我们争取保护好自己 然后呢能活下来的啊 就是就是好样的 然后呢 剩下的话呢 市场有很多钱等着你去赚啊 所以说呢 大家呢 一定要不要着急去复工 对于市场来讲的话呢 大家是这 通过这个疫情 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政府啊 也是不断的向市场当中呢 进行一个进行一个注资 那么我在这里的话呢 可以跟大家呢 打一个比方 比如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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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自己养鱼 或者是看到别人养鱼的 没有 没有好久没有了 鱼缸有水 对不对 那我们通常的话呢 我们我们假设啊 我们放一 我们在水上 放一个船 那么这个水 水和船的关系的话呢 它是一个平和的一个关系 对吧 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往这个鱼缸里加水的话 那么这个水位 水位是不是在不断的上涨 那么同样 股市当中的话呢 也是一个容器 没有出现疫情之前的话 我们这个容器的一个平衡点 也就在某一个level 那么当这个疫情出现以后 政府反应很快 我们不断的几万亿的往这个市场里去注资的话 那么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平衡点 它也会相应的上移 那么所以说整个市场的这个容积呢 也不断的增大 对吧 那所有的这个股数 股票的这个上市也好 市值也好 就是那些容器不断增大 无非就倾向于把这个股价呢 往上抬高了 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来讲 我们所能看到的 就是说 政府不断的印钱 印钱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什么呢 现在我们看到 整个30年贷款的利率 已经是非常的低了 那么接下来 等这些钱完全的在市场当中 出现流动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引发通货膨胀了 那么这个通货膨胀的话 对于市场来讲 通货膨胀初期 有利于市场 中期也有利于市场 通货膨胀后期 就对于市场是有负面影响了 这个我在节目当中 跟周小姐交流的时候 我们以前有提到过 所以说呢 对于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市场呢 会不断的去上涨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钱 把这个水位呢 这个平衡点 相应的往上去抬刀了 所以说呢 大家现在所看到的 经济这么不好 该破产的破产 没有工作的没有工作 对吧 那么股指来讲的话呢 继续的向上去冲高 往上去走 这就是一个 这个原因的所在 那你现在是 Fully invested在市场吗 对满仓的 满仓 OK 好好满仓 OK 那我们现在的时间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进一段 工商资讯了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全美房地产销售冠军 德利洋团队 请勤奉上 2355 Pioga Drive Mellow Park 现代设施与奢华体验的 完美融合 六房5.5位 4800平方尺 占地17000平方尺 要价700万 771 Lakeview Way Emerald Hill 将湾区无与伦比的 壮丽美景 尽收眼底 三房三位 2700平方尺 占地11000平方尺 要价300万 详情请致电 650-785-5822 650-785-5822 MaxRail Cupertino 以超过10年的专业诚信 育满弯曲 众多银行 最佳利率 Direct Lender In-house Funding MaxRail 有高素质的经纪人团队 贷款地产并重 一站式服务 MaxRail 有经验丰富的 Long Processor Team 和Real Estate Coordinator 帮您顺利 Close Steel MaxRail 有超强的管理团队 提供系统培训 和一对一指导 欢迎加入MaxRail Cupertino 请下Vila王 408-307-5056 408-307-5056 独家冠名赞助GMCC 万通贷款Charles Zhao 介绍贷款市场最新变化 及优质的贷款项目 资深全面理财师Helen Ho 拥有19年专业经验 谈论疫情下 父亲节最佳献礼 保险理财大忌 Long On Time负责人 Andrew B 讲解如何才能抓住机会 拿到更好利率 6月20-21 周六日两晚 黄金时段7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您是否正在卖房买房 五年以上没有检查白蚁 想处理白蚁又担心疫情 长城白蚁防治 现提供无接触服务 可为客户提供钥匙盒 进行空房检查 或为客户提供口罩 减少现场交流 通过电话邮件进行后续沟通 想再搬家前处理掉白蚁 请早做打算 长城白蚁百里挑一 请联系408-881-4646 408-881-4646 汽车和房屋保费又涨 听说范语可以省很大 半星升 一年减少45% 省了957 这省很大 王泰 一年减少38% 省了2416 哦 怎么省很大 吴总 一年减少53% 省了6033 范语省太大了 范语省很大 因为代理40家以上 A级房屋与汽车保险 迅速多加比较 拿到最高折扣 范语真的省很大 888-831-8868 找范语省很大 康底线上中文 人工智能辅助学习 专业合格教师授课 有效提升学习效率 多种课程选项 高效充电班 针对听说读写能力 有效加强 属其面积班 四星期提升中文程度 一个级别 还有大学委员会 和可开设的 AP中文学分班 欢迎报名体验 免费直播课 Ponddy Ponddy 课程咨询请致电 408-800-7798 408-800-779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现在是J 耿时间 J 您还有什么重点要提示 Otherwise我们就开始回答 听众的问题 好的 所提示的有无非 就是说在实际操作中 和这个投资朋友们的 一些这个交流吧 就好比前一段时间 就是说我的一个 这个付费会员吧 他也是问了我一些这个问题 仓位 然后呢我就问他了 我说你手里有什么样的仓位呀 他告诉我都是空头 所以说他也 他结果给我的一个总结 就是说我的判断是对的 但是呢他没有跟 他呢用着自己的感觉 去认为这个市场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说呢我认为的话呢 大家呢可有可能认为 哎我可能是明不清算 但是呢我认为大家认识我的过程当中呢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亏钱了 就证明我是对的 嗯对呀对呀 但是他还是有偏执 他是相信自己的决定 而没有他听你 他也信你 但是他没有做 对所以说呢 嗯我帮他调整了一些仓位 给他一些建议 然后呢告诉他怎么去 怎么怎么去把这个空头的仓位 进行损失损到最小 因为上周的 因为上周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UBSY啊 涨起来了 对对吧 对尤其是上礼拜四 上涨50% 对在市场下跌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的空头仓位赚了一笔钱 然后呢我就让他 反手去做多了 然后剩下的两 剩下有两个空头仓位的话呢 因为这个距离还是比较小 到时候我也会 相用的帮他 找一些其他的机会 来进行一个 来进行一个弥补吧 争取帮 争取帮他把这个 整个这个操作的 思路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计划啊 帮他帮他做好 嗯对呀 OK OK 那这个付费的 付费的投资俱乐部 是怎么样可以参加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个人微信吧 J-A-Y-G-E-N-G-0-0-1 J-A-Y-G-E-N-G-0-0-1 好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在 7点28分结束 那现在距离现在还有4分钟 A-A-T-K-O-A-N-G-E-N-G-0-1 这个是L Coe啊 L Coe啊 他今天是11块5毛5 这是朋友第一个问到的问题 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 A-T-K-O-A Yeah A-A 今天收盘是11块5毛5 好的 目前呢 还复于反弹的结果当中 阻力的话呢 14块2毛5 逢低继续的介入 继续的看 往上看 看14块5 整个突破 短线上的目标呢 可以上攻到18元 哦 阻力是18 现在看Zoom 代号是ZM 今天下跌2.39% 今天的价位是236块7毛6 您认为它只是一个高位的小小盘整吗 目前呢 是处于高位的盘整当中 不过从周线骨上来看的话 已经连续三周出现超满的节奏了 而且短线上的话呢 这个超满的节奏啊 非常的明显 就像我上周判断大盘 这个航行一样 它的合理的支撑呢 在2009 那么现在的补价呢 是236 所以说呢 这个价位的这个价差呀 是很大的 所以说呢 尽量呢 不要去追高观望一周 嗯嗯 好 下面的这个股票 今天收盘是8块6毛9 下跌了1块8毛 1.81个percent 它的代号是叫做O.C.U.L. O.C.U.L. 自从三月到现在 哎 股票都上涨得很漂亮 好的 O.C.U.L.的话呢 今天是高开机走 啊 目前短线上还是处在一个 呃 强势突破后的一个超买的节奏当中的 那么这种节奏的话呢 不排除是一个边起边拉的一个过程 短线上的第一支撑的话呢 8块半 第二支撑的话呢 8块2毛5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周建筑的话 他在试图做一个扭转的节奏 目标点位 我们可以放到14元 嗯 14块 好 好的 下面的是代号是 D for David V for Victor A Apple X X-Ray DVAX 6块01的 哎 这个都是小盘果啊 啊 DVAX的话呢 嗯 差不多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短线上的话 整体的操作方向还是向上的 逢低可以继续的介入 低支撑的话呢 5块7毛5 啊 目前的话呢 已经给出扭转的信号来了 啊 那么然后呢 5块半的话呢 是强 是强支撑 啊 以上 继续的上看 嗯 还可以回到 7块半左右吧 还可以看到7块半 All right 好 下面是一个Vanguard 关于Technology的ETF代号是 VGT 272块9毛1 V for Victor G Girl Teacher VGT 好的 VGT的话呢 短线上的话 还是处于 缓慢的上涨的过程当中 支撑的话呢 270 嗯 趋势的话呢 继续的看 继续的向上看吧 因为呢 纳斯达克指数 纳斯100的话 我的目标点位呢 是12000点 好 所以说呢 这张股票 还有上涨的空间 好好 好 OK 现在的节目已经进入尾声了 那我们剩下的几个问题 今天就不能够回答了 对不起啊 听众朋友 好 J非常感谢你 投资朋友 如果您要知道如何加入J梗的投资俱乐部的话 请先加他的微信号 是J-A-Y-G-E-N-G-0-0-1 好 谢谢你J 谢谢 祝你晚安 拜拜 拜拜 好 听众朋友 请收听下面的访谈 您知道吗 如果1月19 买进Tesla 2月22号 455元的 看涨齐全 7000块 可以在不到一个月 爆赚20万 窩人王 美国上市公司 创始人 CIIX 专金股票 爆发战术 Crazy老王 Crazy属钱 正在招募会员 报名电话 1800958-8561 1800958-8561 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莫妮卡样时间 莫妮卡你好 周罗好 各位听众好 现在资讯是非常的普遍 但是我们听到哪一行业的变化 我们一定要听到专家 那我们今天请到莫妮卡扬呢 就是针对在疫情之下的房地产 还有贷款拉方面的这些变化 那我相信莫妮卡扬给我们带来的讯息都是最前进 然后又是最准确的一个讯息 首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本周六 6月20号上午10点到11点 由Just Global所举办的这一场六月份的webinar 限时一小时 希望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莫妮卡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6月20号这一天的seminar 一个钟头的时间 其实是刚刚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天的program的flow 好吗 好的好的 当天呢我们基本上会讲 how real estate markets have changed after pandemic 大家啊就是因为疫情底下 动货的习惯到改变了 现在呢我们加州开始进入我们说 phase 3的reopening 那一步一步是已经开放了 但是总的来讲 对于这个湾区的房地产的走向啊 或者是发展呢 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就希望在当天呢 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先讲一下那个real estate market 走向是怎么样 第二个部分呢 都会请来一个专家啊 他是一个general contractor 他本身呢做了很多的adu 还有那个加建改建 我们也想听取一下专家的意见 如果因为我们的听众 我的客人之中呢 有很多人现在买房呢 都要看比较地大的房子 所以可能加建 加一个adu 然后可以增加那个租金的收入 那这些方面呢 我觉得肯定很多听众 会有兴趣的 嗯 莫妮卡这样听起来 这次请到的这个嘉宾 说不定是比你还要popular哦 哦 我确定是同意的 因为我们这个GREI club Global Realtor Investor Club 每期请来的专家都很棒 肯定要比我们棒 一样的话呢 我们才可以每天的学习 每天的正步嘛 各行有各行的专业啦 因为现在adu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那当然请adu的专家来讲 那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 以后要买房子 到底是买本地的啊 或者是买外周的 到底是买single family呢 或者是买multiple units 那他们心里呢 都会从专家的嘴巴 听到如何 什么样的property 来做adu的改建 对自己是在金钱上 是能够最大化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那在当天呢 您也会对于市场做一个分析 现在在空中给我们略知一二 可以吗 可以可以 简单讲一讲吧 总的来讲呢 开放之后呢 从日月份到五月份 今个月之四呢 那个lifting呢 比上个月份 特别在Santa Clara County 增加了43% 但是呢 与去年比较呢 就小了30%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本来湾区的房源 特别在Santa Clara County 南湾呢 是不多的 那现在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seller可能就在观望 他们呢 就暂时不想把房子拿出来卖 变成呢 房源就更少了 但因为哈 大家也很清楚 最近的利率是非常的低 是历史的低位 那么总的来讲呢 如果比如说 它可以做一个 jumbo loan 现在呢 我最近有几个purchase 拿到呢 我的客人倒是可以拿到 大概2.5% 10年fix的jumbo loan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它省很多 那个房贷的payment 那么它的购买力 也是比去年 增加了差不多10% 哇哦 意思就是说 因为去年比如说是3.5% 或者3.375 它可以买一个200万的房子 今年就可以买到220万 或者多一点 对 所以这个利率的推动了 令到更多买家 特别有一些买家 它现在在租房子的 它是更有意义去进场 因为你拿到一个好的loan rate 然后你未来的10年20年30年 你就省很多的房贷 呀 哇哦 所以现在的利率 大部分的program都是处于历史新低 这个对于买房子实在是有很大的优势 尤其是在要买比较贵的房子 并且现在这个jumbo loan的program也开始开放了 所以一定要符合它特别的条件 不管你是小额贷款 中额贷款 或者是大额贷款 都是有希望能够借贷到的 现在的审批严格吗 Monica 我觉得jumbo的话呢 可能就几个比较大的lender可以做 他也要希望你有足够的asset 因为不单止你有research 另外呢很多时候 他也希望你放在比如5万块啊 花20万25万 一个比较大的传款 赚过去 但是呢也不用hold很久 你closing之后 或者可以把这个钱移走 但最重要他要看着你有足够的财力 才编那个sumbo loan 但一般的high balance conforming 譬如说其实6万5千 或者是那个convention的conforming loan 51万400的那些呢 这比较容易的 其实raise非常非常的好 特别是51万以下的 现在呢30年fix可以做到2.875 no point no fee 2.875 对对对对 与你的那个贷款的价比较大的话 2.875 15年呢 最近我们可以做到2.5% no point no fee 好的 想要来参加这一场 在周六所举办的 就是global办的6月份的seminar 其中有市场的update 还有请到adu的专家来讲如何扩建 如何加建 可以合理合法 然后就可以增加自己的rental income 也可以增加整个property的价值 报名请到上网在triplew.greiclub.com 那要打电话的话是408-823-9780 408-823-9780 来电话登记 这个sheltering place啊 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房地产主要是看location 好的locationmultipleoffer 有一些location呢 房价还是不能卖得很高 您觉得这是一个新常态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 其实好的校区啊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的热门 我们最近的listing 比如在Sunnywell啊 或者Scuvertino校区的 offer呢也很多 也加了差不多 他说其实要8%到10%啊 蛮厉害的 都要有有 最重要 就是校区房还是一起比较保值 也要一般的家庭呢 他也希望可以中小高中 都是好校区的 不用面临的私利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SIP的期间 都有在家工作的时间 很多人呢 就公司已经开始接受了 员工可以在家工作 不要到公司去开会 那我甚至有一些客人 本来他要看 比如说Mick Peninsula的 他都会考量到 可以搬入远一点 比如去到Dantia Saint-Ramonte这些地方 因为同一里用 160万的价钱 在那个比如中半岛 就可以买到大概 比如1500到1700 到那边的话呢 他基本上就可以买到 4000匙的房子了 4000匙好大哦 好大啊 所以很舒服 好舒服 因为你一天都在家嘛 那如果比如你有 两个人如果筷子词 你也要孩子念书 因为那边倒是十分的学校 学区好 那学区好 那就你一个星期 可能只需要回公司开个一次 顶多一次或两次的会 那你也不担心交通太多 那你有4000匙的房子 每个人倒可以有 自己的办公室 有二职 还有呢 就是有足够的空间 非常的快乐 这个也是一个新的方向 也有一些 我们在东湾的朋友也告诉我们 他们在跑到去 Eldorado Hill 这些比较圆的地方 那当然你都看了 懂得来讲 加州这个现象 我一直在听 我听你有其中有一个 Zoom的meeting就讲 apartment.com 他就说 三藩市 三厚费 这些地方 那个猪呢 就是在向下调 特别如疫情期间 三藩市的那个Viccans 他说涨了40% 因为以前很多年轻人 都是因为要City Life 他们愿意付3000、4000、5000块 去租个房间 或者租个房子 有房子都在那边 可能下班就可以喝喝酒 朋友见面聊天 但现在这个疫情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完完全全的可以对头 所以很多人到已经搬离弯去 现在那个三藩市的 租金的平均价呢 掉到大概3443 然后这呢是2891 那东湾大概2443 是有点下调了 租金下调 对租金下调 就是因为这些年轻人 可能都不用再租房子 比如说我自己的家人 我的小女儿就搬回家了 搬回家你可以最最天能 也可以整点租金 再加上呢 相对来讲 你见朋友现在倒是在 Soon Meeting 所以倒是一个新的常态了 对 这种孩子实在很聪明 那最近的listing也下降了吗 对的 最近的listing呢 不同的地区当然不一样了 但总体倒是有差不多30%的下调 但是很有趣 这个中间叫位不单止没有掉 Santa Clara County更涨了 到什么之二 好 刚才我讲的如好校区呢 倒有很多offer在尽头 那中间叫位呢 就从133万2天呢 就涨到136万5天 这是5月份的纪录 所以这个房价是不降反升 inventory比较少 呀 这个现象真是 呀 值得注意 值得注意 对了 对 还有呢 就是最近可能也很多人听说了 因为我们11月率 如果在整个加州来讲 还是有蛮高的 那很多如果不是做tech的话呢 影响还是蛮大的 所以去年来讲 他们统计过有69万1天的人 搬离加州 比如说他们去问那个UHOR 每四个UHOR搬走的话 只有一个UHOR搬进来 这样子哈 对呀 有些人搬走 但当然呢 有人骑贵库里 有人漏夜港发肠 一样的 一定有人进来 因为加州其中呢 天气啊 环境啊 还有那个教育的大环境 还是比较好 但对投资来讲 因为我们是一个 Global Real Estate Investor Club 一方面呢 我们有客人 可能他买卖资子住的房子 譬如特别是最近的也有一些 他们要trade down 因为过了55岁的话呢 你有一个叫Proposition 60 或者是90 你可以把房子卖掉 之后呢 你把你的比较低的 Propity Tax的杯子 你可以去买另外一种房子 所以要比较便宜 两年之内呢 你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方案还是非常流行的 好的 我们今天访问的嘉宾是 Just Global的Monica Yang 如果大家对于在本周6 6月20号所举办的这场Market Update 再加上ADU的详情 的这场免费座谈会 并且是Webinar 请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greiclub.com 或者是致电到408-823-9780 时间关系 进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尼卡你好 德罗好 各位听众好 其实很多人误以为做房地产 是一个no brainer 任何人只要知道大概的情况 自己都可以maneuver 事实不然 要做好房地产 把它当成是一个事业的话 是要知道很detail的 知道所有的核心问题 以及周边的问题 甚至包括建筑等等 开始就要了解了 这个是要学的 自己学是从谁那个地方学来呢 我觉得有两大主因啊 第一个你当然要请教专家 你到哪里去找到专家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闲钱 这个没有钱的话 是做不到的 达到自己的目的 那么justglobal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组织 那它是结合了所有的专家 在每一年不同的时间都在举办座谈会 这个真的是要很感谢Monica 为于这些买卖房地产 各类各式的房地产 不管是本州和外州 新屋或者是继承屋 都提供了最佳的这个机会 让大家可以学习 我相信听众朋友里面 都有很多朋友呢 他是一直都在参加的 但是如果您还没有参加 请一定要来尝试 这个知识是information is very valuable 那我刚才说的这些 Monica不知道您觉得同意不同意 有哪些要补充的 我非常的同意 因为其中买一个房子 特别如果你是自住在湾区 你要可能一百多两百万 两三百万 那是一个很大的投资 可能是人生最大的一个投资 所以这个方面呢 第一你要找个有经验的经纪人 来帮忙你 我们做这么多的webminar 他好像 你刚才讲了 只是你有一个教育的过程 譬如说我过去 FIP期间也请过一个律师来 讲 如果你作为一个房东 收不到房租 因为现在有 我们叫Tenum Moratorium 该怎么办呢 只是我昨天还有客人在问我 我就有两个客人 就是有收租的问题 那我还可以 我不懂的话 我就去介绍一些懂的人 专业人士给他 这个很重要 第二呢 其实还多 很多人 他们喜欢 譬如说你买新房子 买新房子 在这个时机 是不是好呢 哪个地区可以拿到特价 可以疏销房子 这个有没有机会呢 我们也请来这些建商 都是五月份做了一个 也很有意思的一个介绍 至于其他的他们都很担心 比如说我昨天就见了一个客人 他本来要买一个好校区的房子 最后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动了老金 去买了一个两个单位的Dual Plan 但这次也不愿意搬进去 因为你不想跟那个租客住在一块 不想住得太近 人家一天早就找你 太方便了 对啦 之后呢就是还只有要进那个比较好的小校 如果你不住在房子里面 你就是第一你要批券你的单 还是你要给你一个房客来付 之后呢你的其他的Driver License 其实也要用这个房子 但是呢你更担心 这四年之内人哪一交人家是敲门 说你早上怎么你们不是住在这个房子 对于其他人来开门 你就每天你就担心 担心受怕 对呢对孩子来讲 也不是一个很好的 不真真实实的来提供一个怎样的证据 所以我觉得啊 有些人他都觉得 哎那我这个可以行 但是也不一定行 最好呢你要跟一个比较好 有经验有良心的经济 跟你去检析一下考量一下 但总的来讲 就我们做这个Club最重要的 就是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研讨会 来提供有关的知识 因为你在学校学不到 你去找个律师 人家也没时间跟你讲 如果你不用付钱 然后四五百块一个小时 人家也没时间叫你 但是就是因为通过我们的平台 你可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 真的这个太难得了 因为这个不得其门而入的话 根本就是一句说话 你不得其门就是入不了 根本都入不了 并且你要去请教人家谁来教 对吧 这个受到教育的机会是太难得了 现在是否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您公司的upcoming listing 还有一些新房的资讯 好的 那我们基本上现在呢 有一个房子在Active在Cupertino的 马上开off了 是10181 Weston 那个是五房三月 两千五十次的房子 七千七百次的lot 开价是两点三九九 那这些因为是Montesesta的校区呢 反应还是非常的热烈 其他的呢 我们还有一个呢 就是马上要上了 大概可能一两个星期后 在那个Cambrian的地区 单房两域 1240尺 6300尺的lot 那那个价钱呢 我估计大概1.2到1.25M之间 其他呢 我们还有一个San D'Andro的Single Home 它是单房一域 大概1100尺 是5800的lot 现在呢在整修 所以总的来讲 其实这个市场呢 我们还是觉得 如果你自己要住的话呢 还是可以考量 这些Resale的Home 或者是新房子的话 我们最近就发觉 有几个Community 还是可以考虑的 其中呢 比如说 在Single Home的来讲呢 第一 我们认识一个Builder呢 他们的Single Home 因为已经建好了 所以呢价钱特别的好 2700尺在San Jose 很近那个Google Village 大概离开3到4个Mile 它本来开价是1.57 可以卖给我们Club的话呢 是1.495M 那另外一栋呢 也是全新独立的房子 私房3.5玉 2761尺的 这是在哪里 它在那个San Jose那个地区 肯定你们打电话给我 我们就会告诉你 好 好 四房3.5玉 反价是1.66个Million 现在呢 我们可以拿到是1.56个Million 这个是一个Master Plan 很漂亮 有独立的房子 有Town Home 另外呢 也有好像Centennial Road 差不多的Mick Shoes 上面有condo 下面有restaurant这样子 这个是 差不多10个acre的一个Master Plan 那另外呢 还有当然现在那个Bart 好消息 我上次已经讲了 就是6月13号之后呢 我们就在New Peters 跟那个Berry Acer的Bart 已经开放了 那么现在附近 到FremontBart 其实它这些都有一些新的区 因为我们关系跟那个Builder 非常的好 它的那个Town Home的话 两房的从89万9 开始起价 之后呢 有一些比较大的 有2600次 差不多最大的那个房型的话 是4房3.5玉 价钱呢 差不多就是1.2个Million 走看 如果是地栋房子 其实这些还是蛮不错的 因为是Warm Spring的小区 也很近Bart 所以这个也可以考量 那DJ有其他的 比如说 我们最近又卖掉几栋的 就是可以走路去Milk Peter's Park的那个Town Home 价钱从100万开始到大概是140万 自房的那个Town Home 那另外Sunnyville呢 也有一个Community呢 它有Single Home 有Do-It 有那个Town Home 那价钱从1.2个Million去价 137080到2300次 所以总的来讲 如果还是比较有兴趣 在这个低利率的期间去考虑 去买一个自己用的房 才是一个时机了 Yeah Monica 那像你们的这个Organization Just Global里面 已经成立了这么多年 在南北加州都有这么多的Member 那每一个月都举办这种座谈会 那现在呢 也适应到SIP的这种环境 所以就是举办Webinar 但是还是需要大家要报名来参加的 就会接到Invitation 就可以在那个时候 就用这个Link来Participate 好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有的事情呢 一共有两个联络的电话号码 一个是关于Monica刚刚介绍 上市屋还有新屋的Project 请大家Make Appointment的电话号码是 408-799-2839 408-799-2839 另外在6月20号举办的6月份的Webinar 的报名电话号码是 408-823-9780 408-823-9780 或者是email报名 greiclub.com 非常感谢Monica 谢谢你 谢谢你气势如虹 太棒了 帮助我们的社区 保重哦 是 你帮我们的忙帮的太多了 谢谢感谢 OK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是周乐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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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